世上最牛小偷,开走美军运输机,只为回家见老婆,下场太惨。 飞行员驾机叛逃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。 且不说国家培养一个飞行员要花费多少心血和财力,单说一架飞机的造价就不是常人所负担得起的。 历史上,很多国家都出现过飞行员驾机叛逃的案例,例如冷战时期的苏联,别连科事件就曾震惊世界。 但今天我们不提苏联,而是将目光放在美军的身上。 上世纪1969年,美国海军出过这样一档姿势,事件的主人公也被世人称为世上最牛小偷。 这个小伙子本是美军机械式的一名普通士兵,由于刚新婚不久便和妻子分开,每天都十分想念他。 4期心切的小伙子多次请假,但都没有被批准。 无奈之下,他只好偷偷将一架C-130运输机开走,准备飞回家见妻子。 这架C-130运输机刚起飞,就被机场上其他人发现了,但无奈飞机已经开始升空了。 而这个冲动的机械师小兵,只有一张民航客机的驾驶证,根本不会开这种运输机,还没飞到一半就坠入了大海。 很明显,这件事让美军非常难堪,也便想说明了美军内部的人员管理非常不严谨,不然怎么一个普通机械兵都能开走那么大的运输机,真是令人发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